记者对着镜头连线 结果下一秒 空气弥漫着烟雾 民众在街头拔腿狂奔 宛如灾难性电影场景 在土耳其真实上演 土耳其六号凌晨四点十七分 发生瑞士规模七点八强震 地震深度只有十七点九公里 正央在加济安泰普省 包括伊拉克 以色列等国 都感受到地震的剧烈摇晃 阿米克平原天然气管线 在地震后爆炸 烈焰冲天 此后余震不断 土耳其南部城市卡赫拉曼马拉时 不断传出哀嚎声 街头宛如人间炼狱 余震中已靠近镇样的 马拉特亚省受灾最惨 街头行人争相逃命 战乐乌尔法省 有一栋六层楼建筑 余震下三秒内变成平地 还爆出惊人火光 土耳其东南部最大城市迪亚巴克尔 至少十五栋建筑误导他 有大楼在镇后整个被掏空 医院塞满病患 土耳其叙利亚强震酿出严重死霜 连千年骨骑也遭殃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说 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内 已经有四十五国表示愿意升援手 一名网友在推特请求 美国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协助土耳其的救援行动 马斯克立刻回应 表示只要土耳其当局批准 SpaceX就会以最快速度 传送信念系统 在危急时刻提供即刻救援 接下来我们要绘文 来另一位报道 大仔静新网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大仔静新闻